Hello,我是阿联房车的小黄 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车友会质疑我们的房车价格 为什么一直有一种居高不下的感觉 那么今天小黄就给大家带来一辆正在改装中的房车 让我们见证它的用材用料以及一个生产工艺 那么这辆房车的话是基于福特新全顺中轴中紧的一个房车基盘打造的 它的外观是一个黑色的比较时尚商务的一个外观 然后咱们看一下咱们现在对外观上面的几点改变 车颈的上方咱们增加一个车领帐篷 从侧面可以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三角形的 比如说天气凉爽的时候或者舒适的时候 咱们带着小孩一家三口 在上面走星星看月亮是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然后侧面咱们加装了一个飞亚马的进口直样棚 中门靠后的位置咱们有一个中意加水口 在车身的左侧有一个试电接口 咱们长时间驻车的话可以把试电接上 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一个缺电的问题 那么这件事的布局是一个U型沙发搭配卫生间前置的一个布局 这是车尾的一个状态 进中门对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卫生间 那么在卫生间以及这个门口 像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厨柜 我们的冰箱以及洗手盆都会安装在这个位置 你达到一个这个空白区域的一个利用 进入中门之后就是一个大的U型沙发 整个尺寸长度可以达到1米9 宽度的话是1米7 那么中间位置的话到时候会安装一个升降桌 咱们把升降桌降下去就是一个大床 再结合刚刚车井上面的一个大床 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的富士楼 咱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都可以在车内有一个很舒适的睡眠 那么现在车内的这个U型沙发的基本骨架已经安装完成 原材料是一个鱼合金的材质 这样的话沉重以及空间都会特别强 不会占用很大的空间 再看一下卫生间内部 卫生间内部的话 其实我们这卫生间尺寸还是很大的 光线有点差 尺寸很大的 是一个1米差1米的宽长 高度的话有1米7二 内部设计呢 这个洗手盆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与我们前部驾驶室的储物柜是贯通的 咱们在洗澡的过程中 那些衣物什么的 衣物什么的都可以放置在 这个前面的驾驶舱颈部的那个位置 卫生间的后面这块侧板的位置 上部我们会有一个微波楼 大家可以知道在房车里面做一些简餐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在下面 这是一个我们小的折叠板 大家可能会那么这里设计一个折叠板 会占据到这个沙发的位置 很不方便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个客户的要求 要把这辆房车打造成一辆移动的KTV 要有这个引擎余乐的效果 所以的话 我们到时候这个位置会放置一个剪割机 以及这间缘线各种音频线都已经进行了预埋 所以的话 咱们点个机 机可以放在这个折叠板上面 也可以移到门口的橱柜的侧面的折叠板上面 这样不管是室内和室外 都可以进行一个引擎娱乐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 车尾的上方 是我们的一个车载12V的空调的内机 这个空调的话 咱们在夏天的晚上 还是效果很好的 就是能够满足车内的一个使用 车内人员的一个温度的要求 再看一下空调的两侧啊 有两个圆孔 这是我们的一个车内的喇叭的安装位置 后面的两个喇叭结合车上 驾驶室自带的两个喇叭 健身的一个环绕音像的一个布局 这样也能极大的提升 车内的一个影音质效果 车顶的话 现在我们的这个由上至下的一个通道已经开通 咱们在车内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车顶帐篷内部进行休息 特别的方便 右行沙发左侧的一边是我们的一个电路系统的安装位置 像我们的逆变器 电瓶以及我们这个热水器都是安装在这里 那么我们逆变器采用的是卖逆的品牌 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这是一个国内很好的牌子 它的功率都是满载的 没有虚标 然后安全稳定 然后电瓶的话 这辆车采用的是一个稳定性也很高的千层胶起电池 热水器的话是一个6.5升的热水器 总共满足一个人的一个领域要求 那么这辆车的插座也是很多的 那么U型沙发两边的上方我们装了一对推拿窗 现在我们即将要装上那个带隐私和防纹双重功能的一个内窗 那么这样子咱们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打开室内的通风效果会特别的好 咱们一起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个驾驶室的情况 整体的内饰我们基本上已经改装完成 没有做过多的一个修饰或者改变 这个座椅我们是采用的一个挑衅皮的包袱 红黑搭配 非常的经典耐看 中控的位置 咱们加装了菲尼普的导航 同时也配备了这个360的全景 这是一辆汽油自动的 那么今天小黄对于正正改装中的黑四行选顺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是私信小黄 好的 拜拜